大家好,我是小失 很少可做三巴的review 一開始就會在這個位置做 事源是因為Sonos 一直都知道它在multi-room system 做得非常好 而且在Wi-Fi的家庭影院 亦都做得非常強 但我自己在他們的網站 去看他們的產品時 都覺得五花百門 臨羅滿木 好像每隻都可以用 但好像每隻都可以用 所以這次我問代理 借了一堆跟家庭影院有關的喇叭 跟大家一次過實試 Sonos 三個不同的Soundbar系列 究竟哪一條適合你玩 提醒大家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按全部 我們有新的家庭影院 Hi-Fi 耳機 Gadget 或是無尼拉間的評測 都會通知到你 另外在看這條影片的CNK 都給個支持 就給個like 留個讚 而且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就更加好 眼前這一堆都是Sonos 的喇叭 Sonos 其實是 始於2002年一間美國的公司 它本身是做multi-room system起家 可以看到現在這個位置都有三條Soundbar 兩隻的後置喇叭 以及一隻的Sumper 但其實它們仍然都會有一些比較便宜的產品 其實我是沒有借回來的 因為已經太多了 例如最頂的一隻 這隻叫Ray R-A-Y 這隻是一條Soundbar 但它是以輕巧 以及變節為主 主要是用來代替大家 如果看電視時 覺得電視聲音差的時候 便會使用它 另外下面這隻 會比較多人入手 因為價錢方面有划算 4000多元 已經可以有一條完整的Dluvianmos Soundbar 這個就是Beam 2 它可以拉到無線後置 亦都可以拉到無線Sumper 可以做到全景聲家庭影院 另外這隻是旗艦 旗艦之作是ARC 一個全景聲的Sumper 有天空反射聲度 另外這對亦是一對無線喇叭 是ERA-300 它有一個小隻的叫ERA-100 既可以製造無線喇叭 亦都可以配合他們的Sumper 亦都可以配合後置 而這隻的Sumper 就厲害了 因為它本身自己 已經是一個Dluvianmos的支援 因為它有天空反射喇叭 亦都有正向喇叭 亦都有後面另外還有Sci-Fi Sumper是有兩隻超低音單元 而是內部的超低音喇叭 尺寸比較大 另外還有一隻小隻 就是Sub Mini 那隻相對來說會比較輕巧 但全部系統都是玩無線連接的方法 除了一條電源線和一條HDMI 基本上所有駁電都可以串 這個ARC 其實可以串聯到10和300 來做一個7.1.4的家庭影院 Beam 亦都可以把10和300 做一個7.1.4的家庭影院系統 擴充性非常之大 亦都非常之自由 今次我們會和大家每一個喇叭系列都試一試 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如何選擇一條適合你的Sonos Soundbar 首先和大家實試這隻Sonos Ray 這隻Ray 非常之輕巧 已經有Class-D 和4單元 它可以連到Wi-Fi 亦都可以用Sonos App 來控制它 使用程式可以玩到很多不同的Multi-Room 機背上會有一個八字頭電源 有一個光纖輸入 最側面會有一個Network 插頭 接著把電視機的光纖線插到Wi-Fi 便可以使用到 價錢方面很便宜 $2,999 便可以玩到Sonos System 別說太多 現在立即插進去和大家實試效果如何 是一個Sonos 系列最入門的產品 電視機的聲音好像薄到紫皮喇叭的狀態下 你想找一條比較上肉底充分的 因為它出來的聲音都頗有肉底 三頻都很平均的 因為它裏面四個單元有四個Class D 放大 去給它們輸出 所以就算你看到它很細小 剛才在看這個Alita 的時候 跳下去的垃圾堆的聲音 打爛地下的聲音 都可以有一個平均的三頻 但當然要有360度的效果 環迴的圈迴的感覺 它一定是給不到你了 最初我以為這個Ray 會是一個入門產品 所以在這個App 上的支援相對 會比較少 我看一個App 裡面 原來它又不是 現在我們開個App來看 基本上我們已經有五個系統在這裡 剛才我們所說的ARC、Beam Jam 2 都已經有進去 不過還沒有插線 但現在我們會看到 在所有產品裡面 其實Ray 已經是網絡過網絡了 可以看到 WiFi 連着了 同樣在聲音下面有EQ 另外有True Play True Play是Sonos AutoCell的功能 它的玩法是用手機的App來做麥克風 它會幫你做一個聲音輸出 它會在App上教你如何把電話反轉 把收音麥克風變成無線麥克風 它會把聲音發出手機 接著用手機接收聲音回書 讓它知道皇帝位在哪裡 而中間做好之後也會有玩法 讓它讓它知道究竟有多大 我覺得這項東西很聰明 想不到在Way的入門產品裡面 竟然有這個功能 我覺得有點奇怪 另外其實App裡面有一些設定功能 所以就算是 Ray 這麼簡單的聲音 其實它的功能跟其他的中階或旗艦級差不多 Ray 讓大家輕輕知道它的效果 如果大家想重複電視喇叭的話 Ray 值得出去試一試 聽聽這三頻的效果會否適合你 接下來我們會試另一條 Hero Product 一個很多人入手的聲音 Beam Gen 2 第二代的Beam Beam 玩法不同 因為它有HDMI 可以用到EARC 回輸Dulby Atmos 到聲音 現在立即和大家接駁起來 試一試它的效果是怎樣 未和大家實測之前 就讓大家看看 現在這個手上的就是 Sonos 的Beam Gen 2 不要看它細細條輕輕身 裡面已經有八個單元 包括了中置、前置和兩邊的Sci-Fi的單元 全部都有Cast D Power M 助推 另外裡面有三個Passive 振紙 幫助低頻輸出 四千九百九十九元這個價位 會有這麼多人入手 就是因為裡面內裡非常豐富 它後面有八字頭的電源輸入 這一個就是做Wi-Fi Synchronized 旁邊有一個插線線 如果你說我不喜歡用Wi-Fi 我可以用插線的話 可以插線吧 另外有支援EARC 功能的HDMI 端子 現在立即配合Sony A95K 這部QDO電視機 試一試同一套電影 究竟充滿究竟是甚麼效果 果然這個Beam Gen 2 真是有些了道 難怪這麼多人喜歡 裡面說的其實所有都是一些人和機械人的結合 所以剛才有很多場景 其實有很多濕聲細碎的金屬聲 在Beam 出來其實它本身也有三頻齊全的感覺 之餘 它的低頻量再多一點 豐富一點 沉實一點 厚潤一點 但是最想不到是它那個3D 的音場 雖然它有八隻單陽在裡面 但你也會感覺到 你這麼小隻應該都不會給到 SERRAND 及ATMOS 的效果給我的 但是剛才有一段 那個壞人的手有一個鐵鏈的 雖然未能夠做到 由上至下那種天花落雨 由上至下凹下來的感覺 有一段它是慢鏡將那個鏈索 飛向我的畫面 我坐在旁邊的時候 我完全感覺到 那條歪飛向我的頭頂的位置 這下我覺得 鼓勵不到你是有些了道 因為其實這個SONOS 我看回它們的背景 它們在做音場校證 以及EQ 方面 是非常之有一手的 這條Soundbar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 而我也是我自己在外國的朋友 其實他最初問我買什麼Soundbar 我給過不同的品牌 他最後都是選擇SONOS 除了它的Wi-Fi 方面之外 其實它的音效的確是令人覺得 很厲害 細細條有了道 所以這個Beam Gen 2 我真心有點驚喜 而且它的價錢只是4999元 就已經可以有這個效果 未加Support 未加後置喇叭 亦都沒有一個實體的反射天花單元 接下來可以跟大家試試 在Beam Gen 2 裡面 再連接Support 和實體的ERA300 後置 究竟效果是怎樣的 但與此同時 其實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SONOS的APP 其實有什麼 大家會看到 剛才的Beam Gen 2 另外就有一個SONOS 10 接著就有一個ERA300 一對的後置喇叭 現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APP 究竟這個APP 裡面有什麼設定 以及如何把整個系統 連接 一般來說 其實我們按一下中間這個 你就會看到 整個SONOS的Wi-Fi network 裡面 其實有什麼系統 看到有ERA300 LR 對喇叭做連線的時候 如果我不設定好 我就不太懂得分 哪個是左 哪個是右 那我就設定好 接著下面就有藍色 未使用的Support 10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是無線Support 其實它一般來說 起碼都會支援這個AirPlay 接著就會有很多不同的網絡功能 我覺得整個APP 裡面的設計 都不難用 你也是照看完之後 就跟著一些需要 來上映的功能 我們先進入系統 如果你想將一個SONOS 再加上你買回來的所有東西 做一個家庭影院的話 其實就要進入這個位置 首先把主SONOS 看到的Beam Gen 2 先加10Wi-Fi 接著它就會問你 是否繼續加10Wi-Fi 接著就繼續 接著就問是否現在 就是現在用中的10Wi-Fi 我們就回答 因為它這個設計 其實就是用來做一個 上位抵消的方法 接著就將那些低頻 在中間逼出來 所以它的擺法 其實是要一個孔孔向外面 即是向你梳化的位置 向你皇帝位的位置 接著你就會看到 其實系統裡面 Beam 和這個10Wi-Fi 其實就已經黏在一起了 如果你有兩隻手套法 下面這裡連接第二隻手套法 你就可以將第二隻手套法 加進去 以我所知 它最高可以連到 7.2.4 全景星的倒比系統 接著下一步 我們就會將環迴喇叭 黏在Beam Gen 2 上 放進去 首先要選擇用哪一隻 其實如果你是沒有設定 我剛才那樣的LR 它會有一個小喇叭 就是一個小喇叭 你的發聲 你就可以選擇 問你是否想將另一隻 再加進去 因為後置上的喇叭 一般都是要一堆 所以兩隻都加進去 獲得自家的效果 請為這個300S上方 預留空間 因為這隻喇叭 上面是有一個反射單元 所以它就不希望你有一個櫃 或者有東西阻礙它 接著它就會說 將你的喇叭的單元 向著這個電視機的前方 很有趣 這個位置你會覺得 應該怎樣 現在我就在等著你 做什麼呢 但原來你是要按摩 你聽到哪一邊的聲音 現在我聽到這隻L 即是左邊的聲音 我便按摩一按摩 左邊的位置 按摩 右邊的位置也是做同樣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將這個系統 黏在這個後置的Sarround喇叭 連好之後 按按完成 其實就已經完成了一個 道比Atmos 7.1.4的Sarround系統 在實施之前 下面這個聲音位置 其實還有幾個東西 EQ True Play 還回音效 實音效 高度音訊 音量上限 玩Sonos的Soundbar 現在未必一定要去到 我要玩好標準 用來音壓計去量度 你當然可以這樣做 但我覺得它不需要 這個True Play的喇叭調音 正正就是幫你整個系統 去做AutoCAL 按了True Play 然後它就說 為產品調音 然後繼續 然後它就說 如果你有帶手機套的話 就拿了手機套 會比較穩陣 坐在皇帝位那裡 然後就把電話調轉 然後麥克風向天 舉起iPhone 就去到你眼睛的位置 其實就是EAR Level 按過播放 它就會有個聲音出來 現在我就做一次給大家看 現在它就說 已經達到了平衡 即是說 喇叭的Channel Level 已經做好了 不過還未完 下一步 它還有一個學習調音 觸碰開始的時候 我就在60秒之內 在房間的任何一個位置 就走動 而它的提示很簡單 在你的頭到腰 頭到腰這樣下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調整喇叭的聲音 它就會做了 做完之後 就會有個調整 調音完成 綠色的畫面 這樣就結束 基本上 整個系統就會做好調音 接著這個位置 就會有一個調音的開關 現在不要說那麼多 立刻 試一試 播氣 播放剛才同一段 看看能夠給我什麼提升 我先 果然這個系統 完整性高了 整個效果不同了 一開出來 整個背景音樂 已經有個360度 握住你的感覺 而在那些濕聲細聲的時候 因為後置的幫忙 所以在前後的連貫感 或者是一些 好像剛才我所說的 那個鈕飛過來的效果 其實都會相對地 會比較明顯 尤其是坐在皇帝位的 空間的 道理位置的感覺 但略嫌 在後置喇叭的音壓上 其實就需要做調整 但APP裡面 其實都很貼心地 就已經有一個調教 可以給大家做 所以大家一定要設定 以及把音壓的位置 輕輕調低一點 出來的效果就會更加舒服自然 而且埋伸度會更加高 而這支支援 雖然是這麼小 但出來的效果 都挺浸淫色的 它不是那隻打心口 很低沉的那隻 但它可以用最低的低音 在這支支援的聲音 和後置喇叭的浸低頻 製作一個補原 令到整個空間的低頻量感 讓它只有一條 是來得明顯鮮明 和浸淫色更加好 這個7.1.4的效果底下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很舒服的 道比Almos的影院 但天花的效果 因為始終它沒有實體天花喇叭 雖然後置有 所以後置的天花喇叭 會比較有應貫 反而前置的前場空間 的高度不是很高 沒有實體是會差一點 但你問我現在這支支援 即使是它自己的 Beam Jam 2 其實我覺得效果已經非常好 你可以補完這支支援 我覺得可以更加圓滿 而且可以招呼的空間更加大 這個就看看大家怎樣玩法 接下來我們當然是試試 還有它的旗艦產品 Sonos ARC 一條試試它的效果 再加上整套7.1.4的Soundbar 系統 究竟它會出到什麼效果 現在立即和大家轉來試試 Sonos ARC 頂級無線智能Soundbar 就是支援這個 道比Atmos 的音效 11組的Class D 放大器 包括了七個單元做前面三個channel 兩個單元做左右Sidefire 另外會有兩個天花反射單元 當中總共有八個橢圓型中低頻的單元 官方定價方面是$8,999 一條的Sonos ARC 不可以說 的確是厲害 剛才一開始正式埋牙打架的時候 壞人就有一條鎖鏈在手指上 為何聲音那麼清楚 而且它的手指上在畫面的左手指上 直到在電視外面 有一股聲音 好像一隻喇叭一樣 射出聲音 一條單體的Soundbar 已經可以做出一個鮮明的 一個後置手指圖的感覺 而且前場出來的聲音 其實它的天花聲音都很飽滿 三頻充足的肥厚潤 基本上跟Beam Gen 2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是低音的位置 會略嫌再多一點 但真的很低 不是AB比較 是未必很清楚分得到的 但是它的後置鮮明感 就明顯是ARC厲害很多 其實在很多朋友的家裡 我覺得它就這樣玩這條三巴 不加手衣化 其實真的夠做的 現在我試完一條單支Soundbar之後 就把剛才的10和300 連在ARC的Soundbar系統上 做一個真正的7.1.4 再試一下不同電影的效果 究竟會給到什麼震撼的感覺 始終這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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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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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 Sonos 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专家 这么小的设计 这么小的一条三巴 再加一对后置的喇叭 再加上一只这么小的手机 它已经可以营造到7.1.4的家庭应援效果 它全部都是很细緻的 各种东西都很清晰地让你听到 这个我觉得是 Sonos 在调音上的一种取向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一粒粒把它设定内的细节位 例如 上面的声音感 我觉得 Sonos 这么适合你 而在这个ARC 的加持时 其实它的前场空间感 是做得比较好的 再加上它有 Side-fire ring的单元加持 所以它前面这条三巴 和后置的连贯的声音效果 是做得非常紧密的 我发觉这个系统 使用温柔 所以要做一些设定 像我现在这样 把手机转斜 做一个对角的反射 出来的低频就会比较好 这一款 Sonos 10 因为它的体积较小 如果应付我们现在的空间 差不多百多二百尺 其实它会感觉到太斯文 所以在角度上做一个斜角的方向 之后再调到最大 电影感的爆炸位和窗户的冲击力会更加好 这个我在今天研究第二集的时候 它有一个长折是一镜过 由追车到追到他们去练锋厂 子弹声是有很多不同的白面走出来的 这300这一对的后置喇叭 它的效果 它可以很舒服 我就在这个Apple TV那里找回一套 我曾经买回来的电影 就是《碧哥有情人》 因为这部电影是一套非常好看 温情的电影 而且又有歌听 虽然刚才我的设定是以看电影为主的 但是其实它在看音乐节目的时候 它都可以拿回平衡 歌声是清楚的 对白声是清楚的 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大概$21000左右的整套 从Zonos的家庭影院系统 这个无线家庭影院系统来说 我觉得它绝对是让一些 刚刚开始玩的朋友 很方便地可以享受到 这个旗舰的 Dulby Atmos的家庭影院效果 做了True Play的设定 有好有不好 这个Auto Care的设定 你可以去试试享受 看看是否合适合你的需要 其实它本身出来的声音 都已经很適合 环绕声效果很好 360度很足 唯独是超低音 我觉得会比较斯文细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调校 除了调校音压之外 其实它还有上位给你调校 Zonos ARC Home Theater 先在True Play 先关掉它 然后再去返回音效的位置 记得把这个后置的位置 设定到不到2英尺 因为我们现在的空间 就是不到2英尺 接着来到Suppofer 10的音效 我已经加到15 而且我将上位控制 设定到180 试过打直放 我也试过这样打斜放 在我们的空间来说 这样打斜放 再加上上位做180 距离声音的低频 和震撼度和震呼吸的感觉 就会明显出来了 但这个问题可能大家会问 我怎么知道 究竟是否这样放在家里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找一段 你听开的枪战声 或者爆炸声 你设定这个0或者180 你会感觉到 哪一个较大声的低音 其实那就是对的上位了 而高度音信来说 我把它设定为加6 因为我们的天花都高了 加到6的时候 其实它整个环境的充裕感 就会更加好 基本上这套系统 我自己来说 真的在旗舰上 是听得出的分别 三个不同的系统 包括了SONOS的RAID SONOS的BEAM Gen2 以及ARC 这次来说 我们都已经分别和大家 单只试过了 连接后置和数据也试过了 SONOS的好处 就是不需要你一次过买 超低音也有两款 一款是10 现在我们用的 另外是10mini 价钱也会比较便宜 后置亦同样 有ERA-300 也有ERA-100 看看空间的环境 如果空间不是太大 如果是WALL-GUE 100 都已经可以有很不错的 后置上的感觉 而SONOS除了可以设计一个家庭经理之外 它最强是一个系统里面 最多可以连到32只的无线喇叭 你也不要说不太厉害 今次在我们这个场地 试过了这么多不同的系统 亦都试过这么多不同的玩法 究竟在哪里可以实试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店铛都可以试 但是在SONOS的香港代理 他们特意做了一个Show Room 就像现在我们这里 设计好所有不同系统的产品 可以让大家上去慢慢试 慢慢感受一下 SONOS的系统在你家里 究竟大概会有什么感觉 而且在8月的影音战 其实他们也会有参展 到时大家也可以试试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详程 去我们这条影片下方的Info Box 我们就会贴上所有连续 今天这条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 请按个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按下我们的小铃铛 我们有很多东西就会通知大家看 下次再见 拜拜